记得数年前,一位中学同学对我讲起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人人有本血泪障》,虽然他讲的是常识,但我还是有点惊讶,此话出自于这位在特权家庭中出生,被人呵护着长大的女子之口,她当时正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做痛苦的挣扎, 随着自己年岁经历的增长,心中有时也质疑托尔斯泰在安娜·卡列尼娜中的一句话,一文大意是,幸福家庭都是一样,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,这后半句我认同,前半句则不太相信,因为至今我还等着见识幸福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, 笔者的工作与社会各阶层,各种年龄段,各种民族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,我只能说相对和谐的家庭是有一些的,但是即便是在大部分有钱,有身份地位的家庭里,人际关系实际上都比较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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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冒进去